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集邀请到Eric和大家分享 Eric很特别的 他的公司是做一个验证技术和方案的服务 Eric也是创办人 也是一个计划 刚刚你应该大学不业了一段短 不太长的时间 我知道你应该在某些国际或奖项上拿到一些名项 然后也拿一些资金去发展这个事业 我今天为何这么开心邀请到你 因为你是一个很独特的 我这么多集以来 唯一集是一些科技和创新性的企业创办人 所以我很开心你今天抽到时间来和大家分享 我知道你的公司是否叫水中银 是叫水中银生物科技 其实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因为我们是做检测的 在以前中国古代的时候 大家都是用一些银针去测试毒性 第二层意思是我们作为一个生业机构 当然是要为社会作贡献 但也是可以迎离的 所以是一与相关的意思 因为我最初见到水中银的名字 我都想过 为什么叫水中银 因为我最初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我也跟你谈过 就是用英文和中文的名字 但我的中文有一个代表性 因为大家是中国人 和访问都是中文 但我真的不知道原来水中银有这样的合意 是的 一与相关的 不如说多一点你的服务 因为我所知 如果做检测的公司 因为我本身也是做顾问 我都服务过BV Funds TUV Wingland 都是我的客人 但如果你问我的看法 暂时做一些认证的公司 其实这些公司不多 而且我刚才所说的 一些国外的 欧洲或者美国的公司 为什么你们 水中银一间公司 会做这种范围的服务 而且我所知香港的确是难做的 因为需要一些科研和技术 我想你也和大家 Eric可以分享一下这方面 你的经验是如何 是的 其实这个创意 就是这个生意的灵感 是因为我本身都是国内来的 我看到我们国内的很多 生活用品安全 买粉 素化剂 这个是很好的主题 是的 其实是危及到我们的健康 另外一个就是环境污染的问题 都是非常之要我们去解决的 因为关系到我们的千秋万代 我们就看了 其实市场上 有没有一个真的很快速 很精细又有效的方法 当然刚才说到 很多其他机构 是用法学检测的 SGS TUV 是用得很久的 而且都是有效的 但是在时间上 和成本上 是有一个门盖 导致很多政府机构 和很多商家 是不可以大规模 大面积使用的 明白 这个成本和时间的一个壁垒 导致了我们的检测 其实未到位 或者未到量 我们就找到一个检测方法 就是转基因语 转基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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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很有趣 可以多些说一说 这条鱼 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 采取了一个原生种 就是我们合成了一个人造的基因 把这个基因放在鱼里面 当鱼去检测到食品 药品 化妆品 或者环境里面的一个毒素的时候 它就会发出绿色的荧光 是的 它发出绿色的荧光之后 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个肛的强度 去量化这个汪染物 其实它会对一些污染 或者毒素 它的身体会有反应 是的 就是通过这个生物的活性反应 和一个传统的化学检测比起来 一般可以省到60%以上的时间和成本 和它可以提供一个很重要的生物数据 所以其实我们和很多大的检测机构 是一个互相补充 相互相成的关系 因为我们的速度 成本比较快 成本比较低 而且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提供生物数据 所以我们觉得 如果和他们一起合作 我们可以推出更好的检测计划 使更多的市民 更多的环境受益 其实很有趣 如果我认知有限 Everick你确定我 我知道测试通常有很多 例如用化学 例如我把桌子可以敲一下 它有没有烂 掉下去 或者用一些不同的化学的方法去测试 或者物理的方法去测试 这个应该不属于传统的范畴 是的 其实是一个很创新的检测方法 是属于生物测试 因为如果是用化学检测 它的特点是很准 可以测试到很精确 像之前政府南法的1.5ppm 像素化剂那样 其实它需要加强的一点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协同效应 我现在检测到一种素化剂 是这个含量 但如果两种三种四种加起身 可能会放大几十倍 几百倍 其实化学检测是一个机器的毒素 但对人体有什么效果 其实机器不一定可以好 通过一个活体测试 这条鱼 它就能得到更高的数据 才以更多保障消费者的安全 因为我都很佩服你的技术的应用 我本身也是读工程 我觉得在香港来说 如果我老实说 商业发展我觉得是很蓬勃的 金融到地产也是很蓬勃 但真的在科技上的应用 我觉得在创新和科研 如果你问我用心的一句说 我也是普遍算落后 比较相同发展的地方 我想知道为何你们有的能力 即Eric包括你公司 可以研发到一个 我也觉得是一个很先进的技术 你其实用什么方法 是用了很长时间和资金 才可以开发出来呢 首先这个技术的研发成功 也要感谢香港政府和香港城市大学 政府和城市大学有关 是的 因为这个项目 即是这个转镜鱼这个项目 是六年前已经启动了 我们花了我们的研发团队 花了四年左右的时间 将这个转镜的发光鱼 研制出来的 但它在实验室里研制出来之后 其实商业化了一个 一个路程 是的 实验室里面有很多宝贝 它是未拿出来实际的 即是基因青蛙那些 是的 有基因青蛙 虫都有的 当时我的角色就是 将这个那么好的技术去商业化 因为很多时候研究人员 或者是科学家 去做一个实验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太多一个商业的 或者生活的应用 但我看到一方面 市场的需要 消费者用品安全 和环境的保护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香港在金融 地产方面很发达 但我和很多老一辈的工业家 聊天的时候 他们就说到他们的担忧 就是说 如果大家很多有才的年轻人 都是去做这些金融地产 会造成整个经济特体的不平衡 因为那些是很多一个虚拟的东西 但如果你没有了一个实体 是一个很被动性的服务业 是的 如果没有了一个实体 没有了一个科技 如果有一些大危机 整个经济体系不健康 以及不受抗 明白 我觉得既然我有这样的机会 有这样的平台 遇到这本技术 我觉得可以支持到政府大学 以及商界政界的支持 去做这个项目 我觉得这个很值得你和大家分享 隔于工作的原因 因为我做管理顾问 还有大学又教书 我很多时候都去到日本 美国 欧洲去参观一些公司 有时候去到 看到一些 比如日本的一些企业 应用到一些可能是 包括自动化 机械人 到美国 直屋看科研 甚至中国现在有很多 很先进的技术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香港 作为一个老师 不要当我自己一个管理顾问 有时候会觉得我的学生 出来 每个人都会问我 我应该进入金融 地产 再问到是金融 地产 还是IBAN 商业银行 有时候也觉得有点点坦识 我觉得一个地方 正如沙士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局限于一个很被动的 可能是服务性行业 一出现了问题 整体会出现一个很结构性的改变 所以我看到你在科研上有一个看法 我觉得很多现在的年轻人 应该可以去考虑 但是你作为一个创业家 这件事我觉得挺重要 有没有一定的难处 因为你的产品可能是挺独特的 有这么多的资源 可能会配合去支持去开发 但是作为一个创业家 企业家 其实会有些难处是需要面对的 因为很多的学生都说 想去创业 不想打工 想不想不管 想创业会很容易 多数会不成功 都起码去到某个位置 我想看你这个 又怎样和大家分享 其实我觉得 创业的话 虽然很多时候我又上帽子 又去采访 好像很多光芒 但其实背后是非常之辛苦 很多风风雨雨 很多时候我觉得 创业的百分之九十的困难 是你在做的之前 想都没想过 在我身上 其实主要有几个最大的困难 第一个就是资金方面的问题 因为我们做这个比较高科技的行业 它的资金启动成本是很高的 都是说几百上千万 但政府不会有支持榜 这方面 政府更多有一个配对基金 配对基金 即是他配对给你 你必须有一个从投资方的 即大家都要配对 可能一到一的做法 是的 我当时我记得 从我参加比赛 很多商业比赛开始 有一个好的平台 让我去宣传和接触一些投资商 但其实总体来说 在香港这个社会环境下 很多人就会说 首先你一个生物的科技 是高风险 长时间的一个投资来的 即是回报其实很长 对 相对来说 为什么我不去炒楼 炒股票 量一串 所以我们当时统计下来 成功率 即是找到一个投资者 是肯和你投资的 可以说是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 你可能要和一千个有可能的投资者 只有一个会限投资 如果更准确来说 不如你去做一个演讲 或者去和投资者谈 十个里面有一个感兴趣 和你继续谈 这十个里面 会有一个 是认真看完财力之后 真正和你去 谈判的 和你谈判的十个里面 有一个是真正和你 所以是一千分之一 是的 所以这个在集资方面 其实是不容易的 明白 因为和一个金融的气候有关 另外一个 我们在商业推广这方面 其实都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因为我们是说一种 比较创新 或者我们说一个 叫做disruptive innovation 不是一种marginal improvement 是一些有类似 revolutionary的建设方法 是革命性的创新性 是的 我们看到其实是一个 三到五年之后的市场 不是一个马上的应用 因为当时我说 其实如果做一些现有的事 大家都看到可以做的事 其实大公司一早就做完了 同样 是的 我们看到生物科技 二十年前在美国兴起 Amdred 十年前在欧洲兴起 我觉得是时候到亚洲了吧 我觉得而且生物检测 在欧洲美国是见到一个 趋势越来越用得多 我觉得我是见到这个 trend 见到这个vision 我觉得是时候先站在阵脚 做一个first mover 当这个机会来临的时候 好像这次素化剂事件 证明到我们这个方法是很有效的 而且是可以帮到这个社会 帮到这个企业 帮到这个大众 就是当你看到一个圆境 你又有这样的准备在 当这个机会来临的时候 就可以把握住 素化剂 这个就是泰外华 是的 用这个基因园 都可以刷到素化剂 这些东西 是的 而且刚好这个基因园 是测试素化剂 特别有效的一种 特别有 我想知道 我可能是沽流寡闻 因为很多时候测试 例如素化剂 在市面上都这么久 为什么会测试不到呢 是没有测试到 还是原来要测试 不同的东西很复杂 我想知道是否这样的原因 是的 这方面当然有 首先我不是一个科学家 但是根据我对这个 素化剂和市场的认识 其实很多时候 之所以我们对一些 新的物质没有测试到 因为我们用的传统方法 它必须知道 这个物质 比如说 我今天要测试这五种物质 我才可以测试到 我真的要知道 可能的频谱在哪个位置 但如果我说 我今天多了一种物质 因为现在我们人类的工业爆炸 很厉害 如果有了一个第六的物质 第七种物质 我没有想到你会有的 是的 通常不会猜到 我猜不到你会有的时候 我这个化学检测 我定向要测试这五种物质 如果有些新的物质 它是测试不到的 有时就有些很巧合的机遇 发现到 好像素化剂 其实用了很多年 因为我们用的方法 惯性地用开测这几种方法 因为有些新的物质的时候 化学检测 它可能测不到一些 未知的物质 或者过去没有测的物质 所以说我们一个生物测试 可以互补的原因就是 如果无论是已知的 未知的 它都可以测读 因为用一个活体去做反应 即是它可以同时间 譬如我们可能有100样东西 可能有3样东西 是有毒的 但里面有一样我不知道 但基因鱼就会一样有反应 但会否还要再测试 因为基因鱼可能是 你只知道有问题 但不知道是哪种 是哪个问题 是的 所以我们这个方法 不是取代传统的方法 而是相互相成 我明白 你一开始说 相互相成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是的 我们用一个很快速有效的方法 作为一个医务检测器 判断了有没有问题 明白 首先就是快 大规模 第二就是更加大的面 可以将有问题的东西 先确定 如果你一开始 听Aris所说 最大的困难是 资金面的问题 其实资金面方面 还有没有其他难处 你要面对最早期的阶段 包括可能现在 是的 早期就是资金面的问题 现在在这一步主要是市场推广 市场推广 是的 因为一个很新的技术 其实很多时候需要一个 政府的支持 回体的配合 是 商家的一个 有一个 叫做 利益 一定要有回报 是的 特别来说 我们这个团队相对来说 是比较新 特别我又比较年 中国人社会有时都会 我们其他节目都有说到 比如可能是 中国人始终会有点看年龄 是 有点会是抵作 是的 从这个行业角度来说 你从IT有些不同 你Facebook Google 有一个界面在 人家在后面是谁 你不知道 但我们是一个 生物检测服务行业 很多时候 你要面对面 跟客户去谈 你的年龄 其实是 会成为一个 东方社会里面 一个减分 如果在美国 就应该不会受影响 是的 还有很多 我都要自己去学习 去 不断地锻炼 但我们是觉得 虽然一方面 看上去是一个弱点 但正是因为 我们稍为在这方面 比较弱 所以更多时候 政府看到我是比较 不是四五十岁的 已经很成熟的人 更多肯给一些 支持 资金 政策方面的支持 刚才你提到 成大是这个技术 可能有一个开发者 是吗 成大有些支持 可以在 比如宣传 或各方面 可以配合 做一个 可能是捕捉 成大一方面 他在我参与的时候 有很多不同的部门 教授 来帮我们去 完善商业计划 这个转件的发明者 他自己都出来 做我们的科技总监 即你有一个助力 是的 我们在科技 其实是一个很强的团队 因为我们的团队 都是国家重点实验式的人 出来的 还有他们很多教授 都做我们的一个科技顾问 帮我们从全世界 欧洲 美国 日本 中国 得到很多科技顾问 还有在宣传方面 我们在 香港科技馆 上年放了六个月 之前在国际金融中心 也放了一个星期 明白 那你现在呢 未来一两年的时间 其实你暂时定的目标 会是怎样的公司 我们如果是这两年的话 我们有几个目标 一个是在商业上的话 我们是打算先做好中国的 或者香港和内地的市场 是的 那我们觉得先在这个自己 即是本土的科技 民族的科技 先在这个中国人先受惠 这是一个商业方面市场拓展的目标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研发的目标 研发方面的话 我们刚才说 我们要做高科技 肯定有研究 那我们现在这条鱼 是发出绿色的光 在检测素 或者环境的荷尔蒙的时候 我们现在在做不同的转基因鱼 这些转基因鱼 它就可以发出不同的光 比如说它拆到重金属的时候 就是黄色的光 可以再细分到这样的 孔雀食录的时候就是紫色的光 测到三绿青光就是红色的光 早期不是这样的 是慢慢加上去的功能 是的 其实我们就是看市场的需要 哪些物质是测得最多的 我们就合成不同的人造基因 变了它有那种的可能化物质 它就会影响到身体会发出不同的光 是的 影响到那类的物质的时候 它就会在鱼的身体里面 合成一个人工的蛋白 就会发出那种螢光 明白 其实你做了差不多一年多 就是你这家公司 你最大的成功感是哪方面 我觉得最大的成功感就是 一开始的时候 只是我一个人去做这一项事业 但是就凭着一种坚持 一种激情的时候 你可以感染到很多身边的人 是 可以将一个在实验室里面 做得很舒服的科技总监 带出来我们公司 可以将一个很看重金钱 很看重回报的投资者 叫他去做这一项 回报不会很快 风险又很高的事业 可以找到很多员工 很多顾问 很多政界商界的沿路去支持这一项事 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 用激情去感染越来越大的一个群体 从而将一项新的理念 一个新的梦想传播出去 这个我也很开心 因为好像高坤教授 以前你看看光纤的发展 最早期都没有人想到 光纤可以对社会影响这么大 没有光纤 我们基本上是互联网 手机的技术做不到现在 其实基因与 当然现在可能是一个起步的阶段 也可能你会很谦虚 说不会 有一个来到很长远的目标 会朝着高坤教授的方向 或者想做一个 可能是香港或者中国的科研 或者一个所谓的创新服务的领先者 当然高坤教授的成就很厉害 我们每天在办公室都看到她的金蛋 我们在科技园上 在我们公司的一个愿景 和如何感染身边的人 我们就说 因为我们看到在欧洲美国范围内 身为检察已经启动了 但是在亚洲范围内还是空白的 欧美的发展 刚才我也不好意思 是否比香港更多 美国会早二十年 欧洲会早十年左右 明白 其实跟互联网的发展周期差不多 明白 是的 我们看到其实这是一个趋势 一个未来 所以我们都相信 亚洲在未来十年 在生物检测这方面 都会不断地加大它的比重 所以我们公司水中银 各地生物科技的原景就是打造一个 亚洲领先的创新的生物测试平台 提供各种生物的测试手段 转驚鱼 不同颜色的转驚鱼 转驚蟲 以及其他类似的生物科技 可以在生物科技腾飞的时候 在生物检测这方面做一个龙头地位 明白 其实你现在发展的路向 有一个蓝图 不是已经很满意于 可能是一种的 可能是动物或者一种的产品 是未来已经有一个 可能是产品蓝图 可能是远景的时候也有 是的 我们就是想做亚洲 最先进之一的生物检测平台 我又转移到另一边的话题 有些关系但不是完全一样 你怎样看香港现在的大学生 你觉得他们在创意方面 还是你觉得是可以更加好 还是你觉得其实有一定方是有些不足的 其实我本身是一个内地来的学生 我的感受就是其实香港学生 他的思维是很弱的 会有很多想法 但真是肯付诸实展 去承受这个风险 去做这件事情的人 不会很多 明白 就好像我刚才说到这个 其实看到这个愿景 看到这个未来的人 可能不止我一个 但真是肯辞去很多银行的顾民 或者很多好的行业的一个职位 去睡觉去做这件事的人 其实不会很多 是 这个同意 因为我看回我自己教香港大学 也有很多中国的留学生 有很多都是一些很顶尖的 可以说是中国的尖字 而且那个学术水平也很高 我最要留意就是很多时候 有些科目 未必是每一科 有些科目是 头那两行永远都是中国留学生 第三位四才可能是本地学生 我有时都会看到 他们对于学习的诚意 本身的学术水平 到智慧都是低于我们香港好 有所谓很高的学生 一样我可以看到 就是他们在风险承担方面 通常他们看得比较远 愿意取一定的风险 而且他会将一些东西去实践而行 而香港的学生有很多梦想 可能由小到大 现在的小朋友 包括我自己的小朋友 就已经是有保护得太多 导致了他有很多东西想做 到最后也是很实在的 回到圆轨就是 我可能想这样 但也不是这样可能好些 甚至他可能做一些蛇企 一些可能是慈善的事业 做一段时间他发现了 原来我赚的钱是不多的 头一年我可以了 第二年我发现我周围的朋友 好像每个人赚多三四万 可能三四万一个月 我是有兴趣做到那样东西 有热性 但有这么少钱 到最后都会放弃的 我想知道这件事有没有很大的影响 当然我不知道你现在 可能你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收益 但我相信作为一个企业家 就算你赚回来的钱 你也很想投放到企业去做 其实你怎样看这方面 在金钱理想和梦想的平衡 我记得在矽谷那里 留行着一句话 他就说 在你make money之前 首先make meaning 其实很多时候 特别在创业 或者在各行各业的话 你想赚钱 其实只是其中一个 去衡量是否成功 因为现在我发现很多 特别是一些商业社会 他会将金钱这个 准备了很多其他的 准备 例如他的影响 你的能力的展现 其实就会变成一页帐目 我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 如果你首先是make meaning 的话 你是真的相信 你做的事情 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好 你身边的人更快乐 更健康的话 你首先会有一个激情 这个激情的同时 感染到很多人的时候 其实钱是会自然来的 因为如果你去追逐钱的话 你永远很累 但当你是make meaning的时候 其实自然就可以make money 因为你的整个story 你的整个梦想会更加有感染力 和更加有一个耗着力 同时我也记得 因为我以前是帮中国打棒球的 是 打棒球的 是打棒球的 我很喜欢看人打棒球 看人打棒球 我记得我教练跟我说过一句话 因为他现在都去扮各种 乳母球和棒球的一些培训 他就说其实在年轻的时候 特别三十岁之前 赚钱的能力比钱还要得多 即是学习的过程 是的 就觉得其实如果你很多时候 不计较太多目前的回报的话 你去将自己能力 将自己的贡献表现出来 其实这是一个更长远 更大戏的投资 其实你看事业 你和看这个生意都很相似 是有一个投资的时间 你不是拿一个很实质的金钱回报 是个人和公司的成长 可否这么说 是的 当然金钱是一个很重要的准备 但它不是一个唯一的准备 我做这个事业的时候 其实当时有很多好的其他办公司 拿的人工肯定会比现在多高 而且过去生肯定不会现在 那么动荡和艰苦 但我觉得其实年轻的时候 就应该做这些可以 做意义的事 因为我想到如果六十岁的时候 看过来 其实人家记不记得你 不是看你赚到多少钱 不是看你在哪些公司工作过 而是看你对这个贡献 做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你作为一个已经有一定 不可以说很深的一定的 创业经验的一个创业者 你怎样奉献你 譬如一些大学也好 非大学也好 刚开始创业 但又想做一些和传统社会 各行各业不太一样的事 你有没有奉献 可以令到他们可能做的时候 成功的机会提升 其实当然是一种分享 因为我也是不断地学习 我觉得其实无论任何事情 特别创业的话 最重要是一种激情 其实这种激情 就来源于你对这种事业的喜爱 和热情 因为你相信 如果你不是说每天早上 上班是为了赚钱的话 其实呢 如果你为了赚钱 你会觉得很累 非常疲憊 但如果你是为了 在身边的人 身边的社会更美好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激情 那种激情 不是一种短暂的 是一种持久的 持久的激情 就变成一种执着和坚持 很多时候 很多人都说 有两种人会成功 一个是傻的 一个是疯的 一个是疯的 其实很多时候 你一种疯狂的执着的时候 好像哥伯尼 或者高坤教授 一开始 他做一些大家都看不到的事情 但他相信有样的存在 不断去追求 其实是可以成功的 明白 那我也很感谢 你今天 Eric抽空上来 接受我的访问 因为 要访问很多做社企 或者做一些 可能是慈善事业 或者做商业机构的人 是不难的 但要访问一个对科研 或者对一些 传统香港企业 香港行业 不是完全有关系的 一些实践性的事情 我觉得是很难的 所以你今天肯抽时间上来 和我们分享 水中银 这间 这么有理念的公司 你们的生意模式 你们的产品 和你们的 在科研背后的动力 我觉得是 非常难能可贵 我再一次多谢你 也多谢这个机会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理念 我希望 我们有机会 再有其他节目 也麻烦 Eric上来和我们 说一说 你下一步 可能半年一年后 你去到另一个阶段 和大家去了解 今天很多谢你 再一次多谢你 多谢你 各位观众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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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